趁現金對阿 再次推了一下有了 所以要多按幾下是不是 米拉貝爾你在嗎 這是 不愧是米拉貝爾的房間好可愛啊 顏色太刺眼了 不過明明是個很普通的小房間 哇塞這個 好可愛喔 上面寫的今天的天氣大概是日記吧 今天是個天天昨天下雨了 米拉貝爾的圖盧茲 是米拉貝爾的全名 是全有 有全名的女巫也就是說米拉貝爾也有自己的家族嗎 點點點 超可愛的阿 砂糖所以他也喜歡吃甜食囉 那你的那個土豆你應該 可以給他吃看看 他床也太Fashion了吧 獨角獸 音樂的碎片 又找到一個了 他是音樂的碎片 這裏 別磨磨磨磨磨磨磨的 櫃子 好我們要去看中間自雲機了 這一定是把砂糖放進去就可以做成棉花糖阿 又藍色的 飄出很多銀材 下雨了 喔這是改變天氣的嗎 今天是晴天阿 阿唷 晴天 跟我屁事阿 那不是棉花糖嗎 而且他其實在房間阿 他在看我們要幹嘛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覺得 這個 米拉貝爾是不是 他其實搞不好是這裡面當最神經病的那一個 棉花糖機 米拉貝爾可真浪漫 一點都不浪漫阿 上去吧 上去吧 哇嗚 點點點 這什麼鬼地方 好可愛喔 為什麼米拉貝爾不肯讓大家來玩呢 喔 有毒小獸 那我們過去好嗎 今天是 盧多茲伯爵小姐的婚禮 你們也是他的客人嗎 說點什麼 盧多茲伯爵小姐 難道是 米拉貝爾 我是 米拉貝爾盧圖 圖盧茲 我已經講錯了 伯爵小姐的朋友 再不過去就要遲到啦 伯爵小姐的朋友阿 真是太好啦 啊 你怎麼知道的 瞎猜的 不過米拉貝爾的婚禮是怎麼回事 說你玩得開心 所以他要結婚喔 唉唷 幾百歲了才要結婚啦 哈哈哈哈哈哈 來這邊看一下會不會有什麼碎片之類的 看來沒有 也是 蛤 這隻小鴨 睡著了 噢 話好帥喔 超帥氣的啦 最後一隻公鴨 走開走開 不要擋我休息 最後一隻藍色的鳥 金色的鳥 哈哈 牠會叫而已 哦 超可愛 啦啦啦123 阿襯哲撐妙兒是妙兒不 好想參加舞會啊 你也很想參加博爹小姐的舞會吧 小心不要踩到五半的腳 不過我的腳掌是軟的 踩到當然也不要緊 其實被踩到也沒什麼關係 但摔倒了肯定會很流連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小停機手和歌唱家又吵架了 我們的樂隊要把舞會搞砸了 剛才的 剛才的 只剩下鼓手和魯特琴了 小提琴手和歌唱家 舞會怎麼還不開始啊 據說歐洲是歐洲最有名的樂隊有什麼好神器的 希望 像米拉貝爾小姐一樣獲得幸福 你知道什麼能帶來幸福嗎 他說的該不會其實是指這個 攻擊這個吧 太高了 或許包裡有什麼能派上用場 看看 不用說了 少吧 飛吧 這個 這一位先把攻擊放著走吧 來是不是他 喔回來了開始演奏吧 小提琴手呢也必須把小提琴手找回來啊 糟糕忘記了再等我們一下 喔 又把他帶走了是不是 攻擊又被我們 又被帶走了 我的聲音是最洪亮放聽啊 有點吵 他說上面剛好有形容他什麼 不 來 回 住民 南高音 沒有路的話就算難住你了嗎 這樣算女巫嗎 不能問一下是不是 奇怪你 小提琴手快點醒醒 大家在等你呢 快醒醒 別再睡了 distinction 叫他 Gold 草他 啊 吼死講 我起床來不行嗎 可wij 侯 侮 Wah 還是要靠歌唱家的 conseguir 拜託你們快AST 就快回來這堆 灯 菜 siis fais 我是一隻睡覺的貓啊 等一下喔 所以他們的顏色是配對的 你想的跳舞嗎?不要擋路啦 我喜歡你管我 怎麼樣? 咬我啊笨蛋 你的舞伴呢? 幹怎樣?我單身不行喔 我單身我驕傲怎麼樣? 我的響音是樂隊的靈魂 是不是很棒的高音啊? 最美的音色 謝謝你讓我們的樂隊又復活啦 哼 別客氣 音樂的碎片 又找到一個 已經沒有路了 這樣能瞞住你甚至女巫嗎? 還沒有呢 不是只有你才會飛 從哪裡找來的破哨把還挺有用的 那就走吧 等一下 我不能先看一下其他的嗎? 讓他見識一下 飛天哨把厲害 到處都是甜甜的霧氣 那跟你騎哨把有什麼翻臉嗎? 什麼都沒有 這條路真的對嗎? 四周空蕩蕩的 連躲雲都沒有 還要飛多久啊 嗯? 哇 不擊 哨把斷了 呵呵呵呵 剛才是怎麼回事 好可怕的風 哇 哨帚也斷了 失去哨帚 呵呵 我們才拿他沒多久欸 這也是什麼地方 米拉貝爾那叫做在搞什麼 突然變得陰生生的 算了到前面去看看 他其實感覺 嘖 有點傲嬌 他似乎其實蠻關金 很多人的 但他就是 是個死傲嬌 就是死都不肯表現出來 而且米拉貝爾 會不會過去曾經經歷了什麼東西 例如說可能 他原本要結婚了 結果失敗了 沒有辦法結婚到 所以他才變成如今這樣子 你這樣好像在煮著他 呵呵呵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邊很詭異啦 不是我要講啦 感覺哪裡怪怪的 音樂是一片 叮噹 叮叮叮叮叮叮 這就是為什麼他都不在的原因嗎 他都不出來的原因 獻出你的力量和血 真是讓人不舒服的門 這還是米拉貝爾的房間裡嗎 沒錯 就是那傢伙的魔法 糟糕要被困在這裡了 啊 你的話應該能解開吧 力量和血 那麼我給你 神的力量 呵呵呵 沒有反應 呵呵 因為我怎麼可能有那種力量 你在想什麼啊 米拉貝爾又不是神 哈哈哈哈 怎樣不行是不是 我不能中了一下嗎 人類的力量 沒有反應 就女巫了啦 想給你知道 力量齁 啊 有什麼圖案浮現出來了 然後是 番茄汁 呵呵呵呵 果然 如果能要番茄汁就好 你是笨蛋嗎 腦袋中的也是番茄汁嗎 你怎麼知道 哈哈哈哈 應該是血啦 女巫的血吧 不是喔 人類的血喔 力量是女巫的 然後血是人類的 真的是 奇怪 為什麼米拉貝爾的門 需要人類的血在哪裡打開 可能她原本的 結婚對象是 人類吧 然後因為這樣 然後性情大變 把他們都幹掉了 所以她現在就是 要找人類的血 然後來 過過自己的影 這樣子 我在公正下 現在要按哪個按鈕呢 蝙蝠愛心 不對啊 纏月 打開了 米拉貝爾真的會在這裡嗎 我也很懷疑 所以她其實不是那個什麼 屋 女巫 她是個那個吸血鬼 活了上千年上百 上萬年的那種 太暗了 為什麼一定要弄得弄得不齊嗎 嘿嘿 音樂碎片 耶 耶 出去也沒什麼用 在這裡找到米拉貝爾吧 那麼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